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首先我希望這個燈光OK 因為最近買了新燈 新器材 第一次試的燈光 所以希望出來的效果OK 第二就是我今天說話可能會有一點奇怪 因為我前兩天咬到我嘴裡這裡 它又不是非枝的 但應該咬傷了 現在就好像非枝那麼痛 但它是腫了 所以我一說話就不時會咬到它 所以只可以怪我不幸運 因為我今天有一大堆產品要說 超多MT's要說 我也寫了四張紙的紙幣 寫了功效和成份 希望可以給大家更多資訊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會說面膜 我昨天寫完紙幣之後 很不幸姐姐就不小心扔掉 所以我沒有一些盒子 但我也有些包裝給大家看 幸好我昨天已經寫完一些紙幣 首先就有Starrytail的N3 Wonder Mask 這個是不停回購 也是家裡不可以缺少它 我平時買10片妝 它也有5片妝 這個主要功效就是修復皮膚 消炎 深層保濕 抗敏 提升水潤感 它的主要成份就是B5和透明質酸 首先我很喜歡它的面膜質地 它的質地好像啫喱狀一樣 覺得皮膚真的可以震靜 可以舒緩皮膚 再加上保濕功效都不錯 我每次可能擠完黑頭 或者是有個很壞的習慣 經常都擠黑頭 還有皮膚可能特別乾燥 冬天夏天我都會用它 我覺得它的深層保濕做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是不斷回購的產品 另外一盒面膜我現在真的沒有在這裡 就是INVITI的洛嘉因子基因修復面膜 Super NAD Youth Activating Sheet Mask 它一盒有5片的 這個都是我自己自購的 它的功效就是緊緻、抗氧化 以及幫皮膚增生膠原蛋白 它說它每一片有22克的精華 還有它是100%天然 可以生物降解 它的面膜是用香蕉纖維去製成的 它說是沒有漂白的 它適合乾性皮膚 針對皺紋 會適合熟寧肌 或者敏感肌的人士 它也說是適合所有膚質 但特別適合乾燥和敏感皮膚的人士 我自己的用後感 其實說真的我有點高期望 因為我有吃開它的NMN軟 我覺得NMN軟暫時是不錯的 但這個面膜是真的有點失望的 首先它的面膜雖然是用香蕉纖維 而且它是比較環保 一個biodegradable的物料 但敷起來是有點粗 可能相比起我其他用的這些面膜 就會比較粗 保濕方面好像不太滲透到我自己的皮膚 另外我敷完五塊都不見有什麼太大改善 可能要用多些才會看到效果 但我覺得用完一盒 它未至於令我很想再回購 而且保濕方面 我又不覺得它超級保濕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一定要買的 下一個面膜就是Active Layer 五秒納米膠原貼 這個我也是之前在Miming Mart買的 但我現在看到它好像沒有了 即是不能再買 但其他網店都有 它這個就是它說它有三種 因為我要看到太多資訊了 三種天然有效的護膚成分 有雪魚皮膠原蛋白製成的 可以減淡細紋 它主要有三種成分 就是Marine Collagen Hydrolyzed Marine Collagen 和透明質酸 這是一個... 不知道怎麼跟大家說 它是幾塊面膜 即是貼額頭和面盒這兩個位置 然後你主要是先噴保濕噴毛 或者整濕面膜 然後再貼它 然後再撕開面膠 其實它會變透明 所以它為什麼叫做五秒面膜 就是這個原因 那你就不用特別敷它 不用洗它 什麼都不用做 用完之後 慢慢你就會感覺到皮膚 是... 臉是很繃緊 那我想它是... 真的可以的 真的有一種提升的效果 但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太乾 即是我是喜歡 立刻塗多保濕的東西 但我又不知道 塗完一些東西好 還是有得它 過夜那樣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有點奇怪 可能我不是很適合 用這些辣米面膜 除非我用錯 但我上網搜尋過 都好像沒有特別說 之後要塗東西 那你說Lifting的效果 我想都會有少少 但也都不太明顯 而且你真的要保持著用 然後我都用完一片 的True Youth Regen Rating Ampoule Mask 冰原花後修復安平面膜 因為當時我買一盒 怎知道原來是一塊 然後我都叫了我妹妹在台灣 幫我買多兩盒 它說一片面膜等於五個安平 它的功效是保水舒緩 緊致修復皮膚 令皮膚有彈力和涼白 它的面膜是用納米生物纖維 可以幫皮膚自我修復 還有它的效果 我覺得用完之後 皮膚真的水潤了 亦是涼白了 我剛才也說了 我是會回購的 它真的做到好像皮膚 皮膚的效果 所以這個我都非常喜歡 而且它的面膜也有少少厚度 我盡量說得快一點 因為這裡真的有超多產品要說 下一個面膜就是 Torridan Dive In Mask 這個韓國品牌 我都見很多人說 而且這個面膜也很有名 我只不過是用過一塊 它推銷它是低分子的透明質酸 所以它很高滲透性 會有很強的保濕效果 我自己用完一次 又不覺得有什麼太大分別 它真的純粹是一個保濕面膜 但正價比也不錯 它也不算太貴 最後一塊面膜 我近日在IG story都很喜歡 推介給大家 就是Beauty of Joseon的 Centella Asiatica Calming Mask 這個是不是之前也有說過 這個又是一個不停回購的面膜 其實這兩隻都是現在 在我的這個階段就是必備的 在家真的不可以沒有它們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鎮靜舒緩面膜 它有積雪草成份 也是一個舒緩和修復抗炎的成份 這個成份其實我都是網上看的資料 就是老虎在Nature的時候 整傷自己都會找積雪草去磨擦傷口 就會令它們的傷口恢復得快一點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這個面膜 它的質地又是很像一個Gel Gel的質地 是很舒服的敷上臉 還有鋼紅、消炎、鎮靜皮膚 皮膚是真的敷完它 是會沒有那麼癢、沒有那麼敏感的 所以這個我非常喜歡 接下來就是說Cleanser Cleanser我都有好幾支在這裡 首先有Augustinus-Badair的Cleansing Balm Augustinus-Badair這個牌子 主要是銷售一個銷售的技術 叫做TFC-8 這個TFC-8是一個混合 安基酸、氨酸、高級維生素、核酸 可以滋潤皮膚、保護皮膚 它就說可以令皮膚隨著時間變得更硬 和健康 它可以滋潤皮膚、保護皮膚 而且可以令皮膚隨著時間變得更硬 和健康 再加上TFC-8可以令成份 配合我們皮膚本身的需要 即是個人化的需要 如果皮膚特別泛紅或有色素 它可以針對這個 或者有皺紋 它可以幫助皮膚的細胞增生 說完這麼多之後 我自己的用效感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而且你下妝後都不會覺得乾的 它下妝功效都不錯 再加上它是偏貴的 我自己用起來就不覺得有什麼太大分別 即是比起我其他的 可能是平價版的Cleansing Balm 但我用這個用到差不多尾 的時候 就多人說了我皮膚好像好 但因為我亦有用其他護膚品 我是不可以很肯定地說是因為這個 純粹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 很優雅的Cleansing Balm 看看有沒有一點 我有時候會留一點 我會留一點在這裡給大家看 它就是這樣的質地 很薄的油 可以推開到很薄 很滋潤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是偶爾想去處理一下自己 有一個很優雅的卸妝洗臉的過程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對我來說 我就不需要經常性地去回購 另外用完一個卸妝膏 就是Then I Met You的 Living Cleansing Balm 這個在香港應該不太多人認識 我也是因為Caroline Hirons 而認識這個品牌 我就看到應該是Cold Beauty才可以買 這個主要成份 有Sea Buckthorn Oil 維他命E Grapeseed Oil Olive Oil 還有它有抗氧化的功效 它說它是一個Skin Softening Facial Oil Cleanser 其實你拿出來之後 可以將它乳化或直接上臉都可以 即是卸妝都可以 我用Colensing Balm真的用了很多年 看回我那些舊的影片 都會知道我以前已經開始用Colensing Balm 我也覺得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卸妝產品 因為你真的直接塗上臉 就已經卸妝了 然後再用一塊面巾濕了 去Wipe Off那些污垢 因為你這樣洗 首先會有一點黏黏 第二那些化妝品你可能未必洗得乾淨 一定要用一塊面巾去把它抹走 這個其實我也挺喜歡的 我都覺得是可以回購的 不過它價錢也比較貴 四百多元 它的味道有點像你去做眼鏡的那種味道 但是天然的 就不是很人造香料的味道 用上臉都覺得舒服、滋潤 皮膚也會有柔軟的質感 所以這個我都會推介 然後就有Snow Fox的Good Night Lavender Facial Cleansing Oil 之前也有跟他們合作過 也有在影片說過 我覺得它是非常之軟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類型的卸妝膏 而你是喜歡卸妝油的話 這個就比較適合 而且它都比市面上其他卸妝油 會更軟的 在臉上是很舒服的 而且你不會覺得很黏 很油的那種 但它的卸妝功效都非常之好 這個我都會願意再回購 只有它 只不過我還有很多cleansing包 還沒用完 下妝方面也是不錯的 而且我之前最怕的卸妝油 就是我用來下眼的時候 它會令我的眼睛模糊 但這個是不會的 而且也不會刺眼 超級光亮 還有淡淡的薰衣草 夜晚用就會覺得很放鬆 我還有什麼訊息 它有法國薰衣草油 有Squalane 有椰子油 Camelea Oil 還有豐富的Omega 6 所以用完之後 你真的不會覺得皮膚很乾 都是很水潤飽滿的 抗菌功效 它有豐富的安肌酸脂肪酸 它是可以做到保濕 而且可以平衡油脂和平漿 接下來呢 就是有Clarence的Velvet Cleansing Milk 我這個應該是很久之前用完 我都不太記得 你看 呃 不覺得它特別潤特別乾 我覺得是普通的一個Cleansing Milk 它這個說是可以用來卸妝 但我覺得卸妝方面 是絕對不可以跟那些Cleansing Oil Cleansing Balm 比 而且我看到它的成分 也有些Alcohol 又有人造香料 所以這一方面 就令我可能不太喜歡用它 再加上我又不怪它特別潤 可能因為它說它是一個Velvet的質地 不黏 不過可能油性皮膚 又想用一個Cleansing Milk 可能會不喜歡它 但我自己就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對這個 下一個就是Almple的 Luxury White Cleansing Milk 這個Cleansing Milk 我也是很隨便買了一間店 它說它可以徹底卸妝 它有美白修復成分 豐富保濕成分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太大好感 用完都不覺得皮膚特別白亮了 但我又看到它的成分 它有一個 首先有Algae Extra Permeating Collagen Squalane 還有一個叫Hydroquinone Derivative Hydroquinone是可以減淡色素 可以提亮膚色的成分 但我會用下去 我又不覺得皮膚真的亮白了 或者色素淡了 用完整支之後都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可以避免它了 我就不會再買了 終於說到Toner 我們還有Serum Cream 還有Sunscreen 還有Body 產品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堅持 我都會把產品名字 和Time Stand By 放在Info Box 所以如果你想特別看某一個產品 你可以按旁邊 它那個時間 就可以跳到那裡 你就不用特地 一直搜尋整條影片去找 Toner方面 首先我有Medicube的Super Zika Pad 這是一個即雪草的Toning Pad 它是一塊70塊棉花 裡面就有即雪草的精華 這個就是SELA 有88%天然即雪草 可以很快地鎮靜皮膚 適合受刺激的皮膚 或者敏感性皮膚 可以降低皮膚的溫度 可以降紅 它另外也有金油 丁耳醇 透明質酸 水解的透明質酸 也有保濕成分 可以護理紋理 就是那些凹凸不便的皮膚 我這個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其實我用完紙一盒 應該是用完兩盒 現在還有兩盒 我弄完自己的皮膚 都會很紅 皮膚很凹凸 很熱 我通常都會用幾塊去敷 在臉上 這裡一塊 這裡一塊 壓頭一塊 下巴和鼻 我會剪一半 就可以剛剛好敷到那個型 用來濕敷也可以 用來抹皮膚也可以 我自己覺得濕敷的效果會更明顯 又是一樣不停回購的產品 就是Curel的 Deep Moisture Spray 之前也有影片說過 所以我都盡量不詳細說 但我很喜歡它的保濕泡沫 非常優勢 很多人問我跟Avan的溫度 有什麼分別 因為那些的確是清爽一點 但那些是水來的 你說它有沒有保濕成分 我想也有一點 但水是會蒸發的 所以它不能長期被皮膚鎖住了水分 這個會有一些保濕成分 可以令皮膚鎖住水分 而且可以舒緩敏感皮膚 所以這個我非常喜歡 真的買過很多次 從小到大一瓶 剛剛也有一瓶 買了一瓶新的 我很喜歡用它去塗护膚品 例如我用完塗膚品 我會噴一次 然後再上 serum 再噴一次 再上霉霜 再上霉霜 這樣塗法你的感覺 會很厚 但其實它會把你的精華和霉霜 推薄了 而且會快吸收了 你會覺得皮膚的鎖水功效會好很多 所以我非常推薦用這些保濕 Spray 除非你真的不喜歡保濕的效果 就可能用溫度水 那些噴霧會比較適合 然後我用完Synergy的Luciderm 這是一個去角質精華 這個我也有回購 我之前想買了小小 現在買了大小 因為超級喜歡 它是一個去角質專利 叫大豆酵素 不懂讀 不懂讀 我會寫名字 叫Dermal Rx SRC 它可以令到老化的角質自然去剝落 可以促進角質細胞的更新過程 而且它會比起果酸更加溫和 的確真的沒有感覺 你塗完後不會覺得刺激 也不會覺得好 相比起我的Acet Toner 這個真的會溫和很多 每天早晚用都沒有問題 就算我皮膚敏感的時候用都可以 有效提亮膚色 令到護膚品更加吸收 我自己覺得提亮膚色 又不算太明顯 這個效果 但你真的會覺得皮膚是滑透了 而且必須用一些去角質的產品 你的護膚品才會吸收 否則你的護膚品就這樣 坐在皮膚上 OK! 你準備好了嗎? 首先是Snow Fox的 Multi Ceramide Lavender & Coconut Essence 我非常喜歡 我記得我已經買過第二支 但我第一支不知道它在哪裏 應該是沒有拍到空 它說它有五種Ceramide成分 即是份子丁 有Q3 意大利科研的成分 Q3比其他透明質酸更加容易吸收 可以平滑皮膚 抗皺 它有水溶性的維生素B5 可以做到保濕瑣水 降低皮膚的敏感性 亦可以修復受損害的角質 它有椰子油 椰子油 剛剛也說過很多產品都有 椰子油是一個豐富的抗氧化成分 而且可以減慢肌膚露化的成分 我自己覺得它很喜歡它的質地 夏天用是很棒 因為它有類似油和脂肪的質地 但它是不油的 它是很容易推開 很柔軟很滑 塗上臉你真的會感覺到保濕 但很軟 所以我非常喜歡 而且我每次敏感的時候用它 我都覺得很快會痊癒 抗紅抗炎這些功效 我覺得比較明顯 然後就有Medicube的Super Cica Ampoule 一個積雪草安瓶 這個有60%積雪草碎取 以及3%的7種Super Cica 我覺得它是收穫皮膚 敏感性皮膚也是不錯的 相比起剛才說的精華 沒有那麼滋潤 它真的沒有留給你們看 它性在不太黏 但也不夠滋潤 所以我一定要塗一些保濕的產品 剛才忘記說的 就是MTM的Harmonious Collection Toner 這個主要成分 蘋果果水、彩虹奇異果果水 它推銷可以鎖水、抗氧化和平衡PH值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我用完之後沒有特別想再回購它 所以這個也不用怎麼說 價錢也不太便宜 價錢也要500元一瓶 接著就有韓國品牌 這是The Lab的Oligal Hyaluronic Acid Boosting Ampul 這個是約80元一瓶 我覺得是非常之划算 也以透明質酸來講 它就說它是一個快吸收 也是很低、很小的分子 透明質酸來的 很普通的透明質酸保濕精華 性格比來說,保濕效果很好,舒緩皮膚也很好 我會噴一些噴霜再塗上精華 就算不想噴霜,也要趁它未完全吸收,直接上霜 否則吸收後,反而會覺得它更黏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但可能每個人不同 但我會這樣做,起碼會有少許精華 再上霜,感覺會容易推動,而且鎖水功效好很多 終於可以說到霜,我用了兩瓶 Snow Fox的Multiserramide Lavender & Coconut Sleeping Mask 有一個是之前他們寄給我,另一個是我用完之後再回購 看得出我非常喜歡它 它推出濕疹皮膚也能用,因為它有抗炎功效 同樣是有五種Ceramide,四種透明質酸 以及剛才分享過的Cube3鎖水成分 我喜歡它的質地,其實它說是Sleeping Mask 但它一點都不黏 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我應該說過幾次 它是不黏,就算我日後用,它都很容易推開 我很喜歡化妝前用它,整塊臉塗 然後哪些位置更乾,或者容易脫皮 我再針對塗它,它真的會溶到你的皮膚 它是一個Balm狀,但它不會黏的 所以晚上用它也可以,日後用它也可以 所以我用得很快 我覺得它降紅,舒緩,鎮靜皮膚的功效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我再回購 MTM,我也有用完兩勺不同的Creme 首先有Hydro Light Moisturizer 這個我也挺喜歡的,它的質地是很水,很Gel狀 特別前一陣子夏天,其實現在還是很熱 但是有一陣子真的非常之熱 我本身在用它這個,我也忍不住要開一隻很軟的霜霜 它就說它是有Marine Collagen Liposomo Nano Vitamin C 即維他命C 主要都是滋潤、抗氧化和修復的 它真的純粹是這幾樣東西 我覺得主要就是保濕 皮膚上的分別也不太明顯 另外這個叫Nutrimine Moisturizer 這個主要是抗衰露和減淡皺紋 我自己就覺得它的Smoothing效果 令皮膚滑一點的效果是不錯 但它真的有一點厚的 另外也是Snow Fox的 就是它的Amiga Repair Cream 這個就是爽膚水精華再加乳液3-in-1的產品 我覺得蠻適合Lazy days 或者夏天你不想塗那麼多東西 就可以直接塗這個 它裡面有可可巴油、人參幼筋、夏娃兒核果油 可以加強皮膚平漿、妝前妝後都可以用 它另外也有薄荷油的碎脫 可以是天然的殺菌和防腐劑 因為它也屬於Clean Beauty的產品 我通常是皮膚敏感的時候才用它 我覺得它不會特別刺激我的皮膚 而且它的質地真的蠻舒服 我現在還沒有一點 沒有啊 完全清光 它的質地蠻舒服 日後夜晚用都可以 說到防曬 防曬也有很多 最近很迷想防曬 很想試不同的防曬 首先我由這個開始 這個就是Gudel的Hard Leaf Calming Moisture Sun Cream SPF50加 PA4加 我都非常喜歡用它 它現在都開了一支新的 這個就是有餘腥草 有十種透明質酸 它說它的作用都是舒緩滋潤 令皮膚更加強壯 以及降紅的效果 它也有積雪草的成份 但積雪草的成份應該是很少 因為它是放在列表最厚的 我喜歡它的質地 首先是很容易推 很柔軟 很柔軟 很清爽水潤 我通常皮膚敏感的時候 就會特別喜歡用它 因為它不會特別刺激我皮膚 也不會令毛孔閉塞 所以這個 我也是用完兩支 現在用了第三支 另外呢 我當然也有很喜歡的 Beauty of Joseon 的Relief Sun Rise and Probiotics 用完三支 有SPF50加 PA4加 如果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有看過我過往的影片 都會知道我最近新大發現 但超級喜歡 這支是大米提取物和穀物的益生菌成份 可以令皮膚更柔軟 我主要是喜歡它的質地 說真的它們的質地是差不多的 很多人問我哪支厚一點 哪支薄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都是那種很水潤的質地 我覺得都是視乎你自己個人喜好 我很喜歡這個頭 因為它這個頭是這樣擠 很方便擠在手指 你可以對準手指 而這個呢 上次是否應該都說過 這個就是這個圓頭 但到最後會噴射色的噴出來 但我也是超級喜歡這幾支防曬 也有一個最近試用完 就是Skin 1004的Madagascar Centella Hia Lucica Water Fit Sunscreen SPF50加 PA4加 這個頭就是這樣 泵出來的 它就不可以像這個 不可以像這個這樣 慢慢滲出來 你要逐格逐格的泵 那這個有一點點惹到我 質地方面其實都真的差不多 都是那麼水潤 那麼容易推 這個它說是一個有機防曬 而且它的成分主要就是 透明質酸 幫助保濕 積雪草碎取 都是舒緩的作用 還有抗氧化成分 包括有綠茶 西蘭花 還有Arugula Leaf 它沒有很死白 不過你真的要久一點去推開 而且都適合敏感性皮膚 所以如果你皮膚偏敏感 我就會推介這兩支 如果你皮膚是普通的 如果皮膚是普通的 就可以試一下這支 然後我就用完Super Cube的 Glow Screen Body 這個有SPF40 它說它有40分鐘的防汗和防水 我自己就沒有特別塗它去下水 但主要都是塗手和腳 正常防曬 又不會說很厚的 說到身體幾樣東西 還有少許頭髮用品 有Tacha的Forest Awakening 你們有沒有看到 有隻東西飛來飛去 可能我稍後會看到 Tacha的Forest Awakening Hinoki Body Milk 我很喜歡這個 它是很軟的肌肉 很適合夏天使用 有一點點Eucalyptus 真的像是去下水的感覺 但我又不可以說它是令皮膚全天都很保濕 但我純粹很喜歡它的質感 還有它的質感 我覺得是一個特別治療給自己 Valmont的24Hour Hand Cream 這個有很尊重的Valmont的味道 這個滋潤度的持久度 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真的不記得 這個也是偏水潤的 不會說很黏很難推開的一種Hand Cream 但塗完你也會有一點黏黏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就喜歡放在床頭櫃 晚上睡前擦 這個也不錯 如果你想送禮 或者送給一些很喜歡Valmont的味道 就會很適合 另外有Tacha的 Hand Cream 這個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它的質感是會偏向軟一點 但滋潤度也不錯 挺持久 而且味道 都是很觸碎的 天然的味道 天然的 我還蝕到鼻子 不會說很像鼻子 很濃的那種味道 真的很天然Tacha Signature 所以這個我也非常喜歡 它有Scrawling成份 可以軟化皮膚 而且它的質感好像梳乎里 這個我非常喜歡 都會想回購 我亦都用完一支Corelle的Hand Cream 這是一個 Intensive Moisture Care 的Moisture Hand Cream 這個就真的很濃 自從我上了這個噴霧之後 我就開始想試其他東西 我就打算有Hand Cream 潤唇膏入手 潤唇膏我未用完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Hand Cream 我覺得都是比較黏的 比較厚的 但我喜歡有這些蓋子 這個我就不會再買了 OK 盡快說完 然後就有K18的Leave-in hair mask 這個其實我還有一支剛剛用完 所以我用完兩支 I don't know what the hype is about 我用完兩支小的 首先它的價錢真的不便宜 不知道是不是我預期一些很明顯的效果 但真的沒有 這個就是你洗完頭 就不要用護髮素 然後你洗完後 就再塗幾泵 然後塗上頭髮道 有些人就說 要塗到它變成白色 類似白色的泡泡 先塗 我兩種方法都試過 都沒有太大分別 它推銷說 它可以令到任何的頭髮類型 回復健康 可以補充頭髮最深層的膠原蛋白 可以全面修復頭髮的結構 有效減低頭髮斷裂的情況 特別適合漂染過的頭髮 它有K18的Peptide成分 可以在4分鐘內逆轉 因為皮膚 因為漂染髮 或者化學燙卷加熱造成的髮絲損傷 但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太大明顯的效果 其實我真的不太憤氣 我還買多了一支大大小 剛剛開始用 所以我再用一支 看看有沒有分別 我的頭髮依然是有斷 依然是比較乾燥 所以我不知道 Dior Hand Cream 這個就是之前在Instagram 不停看到的一支 Hand Cream 包裝真的蠻特別 大家可能會知道 Chanel也有出過 Hand Cream 也是一個蛋型 橢圓形 橢圓形 Chanel好像要扭開 這個就是打開蓋子 然後擠出來 我應該不會再買 我當時買了兩個 因為我覺得包裝是漂亮的 很吸引 很特別 而且薄薄的 放在手袋裡也不錯 但是擠出來 很容易 尤其是用到尾 尾 可以打開 但這個位置這麼小 其實可以補充 我不知道Dior有沒有賣 這支 Hand Cream 其實我看到裡面還有的 但不可以像這些 你剪開 用完它 要不然就要用東西 拿出來 所以這個設計 我覺得很好看 但是不實用 我也用完Rituals的 Foaming Shower Gel 我不是每次用完 一個shower gel 或者頭髮用品 我都會放在這裡 有時候會覺得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我就會複製 不會說 這個我覺得蠻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Foam 你剪出來 它真的是泡沫 我覺得Sakura的味道很香 相比起它有些味道 有時候適合我 有時候不適合我 但Sakura的味道很香 櫻花味 很多毛 我懷疑Machi 應該是有進過這個盒子裡 對 它是挺有趣的 剪出來一個泡泡 然後你慢慢拉著 其實都是一個普通的shower gel shower foam 亦都不會令皮膚特別乾 但是我覺得它的不好處 很快就用完了 亦都用完了 Arib的Code Dezure Replenishing Body Wash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我上網找不到 不知道是否已經不斷 但我挺喜歡Arib的味道 即是很優秀的 一個普通的 body wash 另外亦都用完了 他們的Signature Conditioner 我也挺喜歡 但最近發現了 Gold Lust Conditioner 我更加喜歡 因為這個是會滋潤 偏厚一點 Gold Lust 我覺得好像會薄一點 所以都是視乎個人喜好 但用了他們去洗澡 我都會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 很期待洗澡 因為他們的味道很香 最後一件事 就是Dr.Jord的Ceramidine Hand Cream 這個之前在韓國的時候買 也妨礙了朋友再幫我買 因為都挺喜歡它的質地 這個就是… 性價比也高 它的小尺寸是80-90元 然後這個大尺寸是8多元 它有五種透明質酸和份子丁 有Shea Butter Turmaric Root Extract Sage Oil 質地都是舒服和滋潤的 所以我都是… 平時放在床頭櫃用 Please focus on here Not my face 都是一個很易推 不會說很潔潔的一款 Hand Cream 非常之舒服的 也都沒有特別的味道 這些就是我的用清光產品 如果你們對這裡的產品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問我 還有你們有沒有對哪種產品有興趣 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喜歡的話就記得Like這個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條影片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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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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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是否可以不是長時間 吃嗎 吃啊 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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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嗎 吃呢 吃嗎 吃嗎